金沙中国公布第三季度的业绩总收益达到93亿港元 按年增加11% 而经调整的税前盈利达到30亿4000万港元增长19.2% 存利增长最多超过四成 接近22亿 澳门威尼斯人和金沙业绩虽然有所增长 但两家赌场第三季度的贵宾厅盈率都较预期为低 分别较去年下跌了0.39%和0.35% 受到不利消息影响 金沙业绩一公布星期二股价就硬升下跌 虽然中段一度升破25元 但其后股价回软收市报24.05元 跌幅超过3.4% 而市场消息指横指成分股将于星期五收市后进行第三季检讨 市场普遍预期 金沙中国有机会取代思捷环球成为首个近身蓝筹的博彩股 而对手之一的澳博第三季度的博彩收益有大约190亿港元 纯利赚超过11亿7千万 澳博业绩表现低于预期 市场占有率持续下降至大约28% 较去年同期萎缩了2.4% 多间国际投资机构都下调澳博的目标股价至16.35元到22元港币 自澳博公布业绩之后股价这两天已经降了近1元 星期二收市报14.16元 澳亚卫视线长大李彬彬 澳门报道